他是谁 他是君王 他来做什么 他来教导 传福音 医治病人 将来 更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审判世人 他是耶稣基督 马太福音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等候他 与他同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木道朋友 大家好 我是施伟 我们今天一同来继续分享 马太福音十章 耶稣给他的门徒 即将要踏上传道的 这些门徒的教训 其实这个教训 也是给我们今天 这些领受的大使命 要来踏上传道之徒的人的 上一次我们讲了 耶稣让门徒 去向犹太人传道 那讲了他传什么 怎么传 每到一个城市 不受欢迎 应当怎样办 那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 耶稣对他们的教训 就像一个预言一样 讲到当耶稣受难 并且受死以后 门徒将会遇到的事情 并且告诉他们 该怎么办 我们先来看经文 马太福音十章 十七节开始 你们要防备人 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工会 也要在工会里鞭打你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 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 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 你们被交的时候 不要思虑怎样说话 或说什么话 到那时候 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 乃是你们父的灵 在你们里头说的 好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见 他讲了几个方面 第一个 你们要防备人 防备什么人呢 当然是防备 不信主的 并且敌嫉妒的 所以我们今天去传福音的时候 也要防备人 这个防备和中国文化里面 或者说和世俗的世界的哲学里面 那个防备人是不同的 并不是对谁都有防备有疑惑 这里特别讲到 是那些主外的人 如果我们在主里面 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是应当彼此吃路敞开 相较在光中 而不是彼此防备 所以这里要特别和弟兄姊妹 来分享这一点 但我们在主外呢 其实神并不要我们傻乎乎的 什么都跟别人说 没有任何秘密 其实他要我们防备他们 因为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 也许不是因为他自己 而是他背后的那个灵界的力量 使他们会来攻击基督的门徒 所以要防备他们 那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见 耶稣说第一个要防备的 是其他的宗教方面的 他说他们会把你们交给工会 就是犹太教的工会 也要在工会里鞭打你们 这里一方面是 犹太教的这个工会 就是宗教嘛 人的宗教 另外呢也是讲到 跟这个宗教有关的这种 民族族群的这种地方性的小会堂 在中国可能有些家族啊 庙族 宗族里面 也会有这种小的民间的审判 他说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 这里讲到的苦难 其实是被自己民族或者说家族来排斥 甚至变大 这是一个方面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 那到诸侯君王面前呢 那就是像如果在今天 就是所谓法庭啊 地方政府啊 那在当初 比如说像耶稣 他也是先是在会堂里面 然后被送到比拉多政府面前 但这里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啊 他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 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 这就预言了当时主的门徒们后来被抓 被送到君王面前 当时的君王其实是罗马政府的那些官员 当他们被送到罗马政府的官员 像保罗啊什么 送到那里去的时候 就不再是在犹太会堂 所以他就可以向这些君王和外邦人做见证 罗罗很多的讲道啊 传福音啊 见证啊 其实就是在君王面前 在这些政府官员面前受审的时候 他的辩护词 做见证 所以我们看见 耶稣是让我们积极的看待这种受审 他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 当然如果想到是要做见证 被审的时候做见证 我们有可能觉得很担心不知道该说什么 或者会很担心怎样为自己辩白 或者很担心 如何来您巧如蛇 如何解释 使我们能够脱罪 有各种各样的担心 但他怎么说呢 耶稣说 不要让自己来私女 而是要相信 圣灵会把当说的话来给我们 因为这里已经提到了父的你 就是你 在你们里头说的 其实我觉得这里已经预言了 耶稣受死以后 门徒们在传道的时候将经历的这种逼迫和危难 也预告了 神的灵那个时候会住在这些门徒里面 使他们在君王面前 在会堂里面 他们都有他们可说的话 特别是在君王和外邦人面前 因为他们原本只是无知的小民 是一些渔夫 最高学问也就是税吏啊这些 但是他们虽然不是都像保罗一样 很有知识 但他们仍然像彼得 你看非常会传讲福音 也会来驳斥那些人 就是能够为主做见证 为主爱点亮生命 环球传播 接下来他讲到服事的艰难 这里讲到两种受审 一个是在宗族宗教的会堂里面 一个是在法律政府面前 接下来讲到在家里 他说弟兄要把弟兄 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 儿女要与父母为敌 害死他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恶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得救 这种情景其实在初代教会里面也有 在后来 包括现在 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更艰难的 像那些穆斯林地区 更是这样 耶稣并不是让我们不要平安 不要血缘家庭的和睦 而是说到服事主 是我们的第一目标 传福音是我们的第一目标 当和平 当对家族的爱 对亲人的爱 来阻拦我们服事神 阻拦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都要舍弃 这个我们下一次 他有更清楚的教导 在这里他说 并且我们要为着神的名 被众人恨恶 被众人恨恶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肯定是会 要解释对吧 前面也说要解释啊 做见证啊 反驳啊 但是他也说到 我们真正能够做的 其实是忍耐到底的必得救 也就是说 当逼迫来临的时候 有的时候基督徒 真是看上去是弱者 是一群群 是一群羊 而不是一群狼 我们只有忍耐 如何能忍耐呢 我的体会就是 藏身在基督里面 也许我打不过你 斗不过你 但我相信我里面的 比外面的大 所以我可以藏身在基督里 来持守自己的信仰 所以耶稣 非常有爱的 有怜悯的 能够了解到 能够看到将来 门徒们将发生的事 而且这个看到 不只在他复活升天以后 也包括现在 你看23节他说 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 就逃到那城里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以胜利的诚意 你们还没有走遍 人子就到了 其实这里有一个 双关的预言 以色列的诚意 你们还没有走遍 其实那些逃的时候 那肯定都走遍了 那为什么人子没有到呢 其实以色列的诚意 以色列祖后70年 都已经 耶路撒冷都被毁 他们都被 弩到各国 那到了现代 以色列复国以后 这里讲到的 以色列诚意 也讲到神选民的诚意 好 我们今天呢 就看到这里 看到这里呢 我们特别 要来学习的一点 就是今天 无论是 警戒劝勉 还是上帝来 体贴 怜悯 这种服侍的艰难 就是告诉我们 这条路并不好走 传福音的道路 充满危险 传福音的道路 也充满逼迫 并不是鲜花铺地的 所以 耶稣来教训我们的时候 也是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被 教到怎样一个处境里面 我们要知道 神的灵 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里面 为我们说话 也教导我们 如何来说话 另外 他也是 让我们看见 无论在什么处境里面 服侍主 传讲福音 都是我们的第一优先 这种对神的爱 要远远超过 我们对民族的爱 对家人的爱 对血亲的爱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 忍耐到底 而必得救 不在乎环境的逼迫如何 能忍耐到底 好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恩主 真是何等感谢你 你真是来预言了 这条路将有的危难 无论是在当初 你刚刚钉上十字架以后 门徒所受的逼迫 还是在今天 世界的很多地方 门徒仍然在受 世界的逼迫 这种逼迫 有的时候 是有形的 有的时候 是无形的 无论在东方 在西方 在任何一个地方 其实这种逼迫都在 无数的主的门徒 被拉到法庭上 受人的君王 和政府的审判 主啊 你赐给我们 当初的话语 来传讲你的福音 来见证你的福音 见证你的生命 亲爱的恩主 我们相信 当我们被 拉到君王面前 拉到任何一个场地 来被逼问的时候 这就是你的安排 是让我们在 让我们在外邦人面前 为你做见证 亲爱的主 你大大的吸引我们的心 你来念经我们的心 念经我们的生命 如同坐下 念经经营 让我们单单讨你的喜悦 单单注目于你 我们一切的好处 都只要在你里面 让我们能够放下 我们心中所挂念的一切 来交托在你面前 无论是家人 亲朋 工作 甚至我们的梦想 一切来交在你的面前 听从你的安排 因为只有在你里面 只有从你来赏赐给我们的 才是真的对我们的生命 好得无比 主谢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 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目由环球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